我們繼續討論Bones動畫公司 剛剛討論到作畫方面 我們說到首輩作畫方面的勢力度就是Bones上面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說少少忘記集務可以 雖然這套其實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真的非常講求人物方面的交接 因為這套更厲害的就是連主線都不知飛去哪裡 我只可以說 後面緣的位置更加是一個宗教N 知與此幾個東西更加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這方面角色方面的交流 他們如何從一場戰爭裡面 類似戰爭 如何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知與此如何改變 這方面才是故事描述的重點 所以這方面更加明顯地 Bones的故事風格就是在這個描寫角色方面 而不是整個大局方面的描寫 即是變堂 忘記集務也可以 有興趣可以回去看 都真的不錯 以那個年代來 它最能表現到是Bones作畫方面的勢力 因為那些 例如爆炸場面 慢慢的石頭炸開的效果 其實用手畫的很辛苦 它做得出來 或者例如 有一個人物變形了一隻怪獸 或者人外的物體 它那些變身畫面 那些細胞怎樣變化那種畫面 也是用靠手背才畫得出來的漂亮 這方面 從欣賞角度來說都已經覺得很棒了 然後之後 2009年 跟著就另一套 一套就是 它認為就是 收集了很多充足的資料 而跟著根據現實情況 去製作出來的 東京地震8點多 結果就不知道有多多 撞鬼 老師有沒有看 我覺得真的是撞鬼你 如果想聽我們對這套東西的評價 你可以download我們 回顧的時候 我們有這套東西 很詳盡的逃亡經歷 我們這裏不說逃亡經歷了 那就說回他作畫 或者故事方面那些 我那套就沒什麼看的 但我印象深刻就是 他那些人物風格 人似真的差很遠 用回好像幼年系那種人物的畫法 因為開頭這套東西 其實我都有很多人的期望都幾大 因為其實就是說 崩死其實很多時候都離不開一些戰鬥系的動畫比較多 而這套就是撇開一些戰鬥系 或者非日常的東西 而採取一些日常的東西 很多人都很期望就是 它究竟可以做到一個什麼程度出來 還有一開始 因為那個人似的關係 給你感覺好像不是跟以前 針對那個市場方有些不同 那些幫忙做了幾多東西出來呢 不過說作畫 我都記得 反而他openning那裡 有一些是靜畫來的 但是他全部都是說 上片再加工 畫了一些地震之後 那些畫 我覺得畫得挺漂亮的 其實我自己就沒什麼看得比較多 8.0好像有一集就沒有了 所以這方面就交給專業的樹林套吵一下 我覺得就是其實 如果你說在一個環境營造方面 我先不論合理性 或者純粹環境營造 他做得OK出實期其實也算 真的 至少沒有去到說 很多一些離奇的嵌漏 或者一些不現實的情況很少 就是嵌景啊 或者是魚鎮那方面 其實他都照顧得很出色 在一個畫面方面 我不是說一個故事啊 大家留意一下 畫面也不是說一個故事 那就是看這套畫面 就是看畫面OK的 是在畫面上表達 是沒有問題的 他很多都是 會做到一個地震 其實很多時候好像一些魚鎮 我想大家真的看一些 就算戰爭片 一些大流在震動的時候 他那個手法 其實你會見到 他跟戰鬥的處理是不同的 他真的做到那種微震 慢慢的 還有一些聲效方面 去做到那個效果出來 你會覺得是一個地震現場 起碼你會這樣 是一個地震現場 可能他知道收集那個位 會不會 focus 作畫要怎樣表現出來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現在都說 你這樣是 我也覺得可能是 其實不是故事 但這套是在作畫身上 對 整個山的聲音 都是那一句 看作畫算 但某程度上來說 這套是標誌著 開始崩去原創動畫 走下波的質素 走下波的地方 當然啦 作畫方面 他沒有走雞的 通常都 有分不上實力的 但是故事方面 是不是開始有些 故事方面 其實你說 如果這一套 《東京地震》8.0的話 其實他都是在刻畫 人性的 不過當然你說 始終這套東西 他不是在搞大屠殺 什麼類型的作品 其實都會 裏面的角色 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這個 在故事上 當然你會覺得有點抽離 當然其實 我們都知道 日本人在地震方面的禮儀 是很好的 這方面 他可能就是 借頸這件事 所以 在故事方面 傳達的信息 主要都是 關於舊災 或者是 當 發生災難的時候 應該要做些什麼 你才不論有人見鬼 的問題 因為見鬼的問題 他是沒有靠你怎麼去處理的 這本動畫 的確是有給日本 有關方面 地震那方面 真的用來做一個 教材式的動畫 是給他播放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見鬼 但是情節方面 還是有這樣的 而且剛好 他在2011年 有東北大地鎮 他有 意味就更加重 可以做一套 宣傳的動畫 我不是宣傳的 沒什麼就算 還是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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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撞鬼你 我只是看這裏 看過簡介 除了撞鬼之外 是 我只是覺得撞了 為什麼這裏 會撞鬼 這裏是說 地質翻新的時候 會撞鬼 這裏應該是走現實向的動畫 聽的 應該說 開始好像宣傳一個 英雄式的 不是英雄式 一個救助主義 救人 這些正面 但是應該會 那個結局 救了 我相信他就算是 講見鬼 可能是說 親情的分別 也有些 但是 為什麼要這樣表現走法 就是一個迷 好像靈異事件 算了 這件事 先不論 他劇情有多靈異 先不要理他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 其實 去到這一套為止 其實Bones 其實都很重點 一些原創的動畫 都比較是一些旅行式 可能他很少可以在一個特定位置 停留在很久 一個旅程 對 其實這件事更顯得 就是他可以在畫面上的功力 可以表現出來 因為如果是一個 同一個景 其實很多時候 未必說 每個人好像是新房樓 一間房間可以結尾 那種變化 那間 可能是不是房間來的 那間 而是以空間來的 的確是 因為 就算你說到 黃麗澤武德 也是很大的 印象中很深刻 這件事 因為兩個國家 兩個地方 有不同的特色 那些建築 都畫得很棒 即就算你說去到黑字駒 好像在一個城市裡面 但是他都不會停留 每一次埋閉 他都會特意 找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個背景 所以其實他的旅行式 那個繪惑手法的意味 幾重 你說最不work 之後的應該是說star driver 他那個盒是差不多 不過後面那個叫什麼世界 我都忘記了 靈時空間 靈時空間 靈時空間其實你當是去著一個精神世界 類似的 其實我想說 你看star driver這套 你只能看到那個島有什麼 學校 宿舍 接著只是那個 海 禁止那個基地 即耳鑼性那個 還有靈時空間沒有的 沒有什麼便敗 所以就倒了 當然我們講這套倒的時候 《中經地震》八點名則 當然這個我想是 對一些看動畫的人來講 我想是可能覺得 脆味性或者是 所謂的真實都不是很夠 當然你說教育意義那些東西 就另計 我相信他拍得這套 相信教育意味都很重 原意是這樣的 但接著之後有一套更加驚嚇的動畫 我覺得令到我們這套粉絲 就是《黑子啓》的意思 《流星之雙子》 《流星之雙子》 我真的流了下來 《蘇方很好》 你只是看《蘇方》 《花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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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OVA或續集,他都一定是會死的 講練續集沒事 講練那個不是叫做續集 他不是他原創沒問題的 那個不叫續集 我想這個歸咎於他通常寫過劇本《意識流》 《意識流》的東西就是寫得好死你,之後很難搏下去 一些意識流的結果是很難搏下去的 反而是你那個,其實是第二季已經有些強行開新的東西出來 你連黑之契藥者,播第二季開來的人會說 出頭了什麼事,上一季爆到七彩的,沒有了 然後他還要特意在這個一季和二季之間 塞多個外傳篇,去補回故事出來 反而外傳才是正傳,外傳才好看 最主要是因為第一季和第二季有最大分別 就是黑是完全變大 第一季的黑是一個冷酷無情 你會覺得那種感覺就是 你可以看Eva,這個寧波麗完全沒有表情,都很正常 他一個微笑就覺得,嘩,我得獎了 所以你看第一季的黑,他其實有些少許感情表露 例如我記得Mae 2那集,Mae 3那集 他跟那個女警官 你會覺得好像是有些東西,但好像是沒有什麼 那種感覺就是被你捉得到,又好像怎樣呢 你會覺得很吊癮,但其實你會覺得 他跟他說其實完全沒有東西,你們太多心 提一提,那個女警官在第二季,好像面對一個痴女 不斷追著客人 他做痴女,我都覺得算了,這個是契日仔的代價 其實是他的女警官來的,是嗎 並不是他自己來的? 追他自己的代價 追他自己的代價 OK 不是,黑的代價不是只有被你追的,對 所以你覺得算了,但反而就是 第一季說冷酷無情,你覺得有種次用橫無的東西 沒有了,現在完全是變成一個 為什麼呢?為了一個女子而去什麼? 嘩,怎樣要追到天涯海角那些 喂,不要變成愛情片 這套東西本身的黑的定位不是這樣的 你一下子,你不要說你有沒有外傳摺下去 就算是外傳說法 就算是說你中間有些東西改變了 都不要有這麼大的改變 因為他連整個故事的風格都改變了 我想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想Bones是當在第一季裡面 黑的心結已經是 他當是Clear了 他說的那個意識留的結局就是Clear了他的心結 我記得當年說人說 是一種很特意 特意拔黑出來 就是銀見了 銀不知道做什麼事 我們當年看的時候不知道做什麼事 OVA 那時候總之 不過都我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算了 當然是有的 是故意為作而作 有一點點感覺 而且他真的要推翻的東西會不會太多 你想先推翻黑先 第二件事就是Doors 就是那些所謂的 人流 沒有感情 沒有感情 你想想銀的感情是BOOM 滑爆來的 你看到OVA很明顯 OK,你說這個是例外 那又OK 黑又例外,銀又例外 有誰不是例外 有誰不是例外 那個年輕人都例外 現在最後變相就是 是呀,其實所有人都 阿七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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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七毫 所以你說變相就是 你第一季其實都會有些東西 其實不可能 你看到Doors那些 不會是完全沒有感情的 有些東西 那你有些東西都說 我可以去 但是第二季 你和阿普出了一個愛情故事 你想怎樣 你唯有的解釋 剛才你自己都解釋了 他給他倒貼 連一些沒有感情的東西 他都可以給他倒貼 不是,因為黑之計 那些太好賺了 其實感覺也是 因為他變成 你以前第一季 是靠短篇來講人性 第二季是流浪劇 好像公路電影的感覺 而且第二季那時候 很多人在比較 那時候Cook Gears 第二季是炒了一份 那些人說 同樣拿了第一季 第一季拿了一個大獎 第二季是否一起炒呢 誰知道是真的 跟你一起炒 我的獎是有助走的 而且又很奇怪 黑之啼的者 我流星之雙子 其實你出來 我又 我看一看 其實這套我應該 可以當是蘇芳系主角 還是黑系主角 誰比較大一點 其實我覺得始終 不要說我偏見 蘇芳那麼花札也好 但是 他真的很空氣 我覺得不是蘇芳和黑 我反而覺得 究竟應該是蘇芳 紫苑 還是銀 其實蘇芳 我覺得蘇芳 反而沒那麼重要 是銀和紫苑 你沒理由不說 紫苑是黑色穿西裝的 蘇芳的弟弟 蘇芳的弟弟 這件事其實 顯示了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Bones 做的動畫 其實很多時候 基本上 他過往的往績裏面 都是一線 因為只有一條線 那些支線 是不會衍生出一個獨立的故事出來 可以跟主線去匹敵 但是黑色穿西裝的 第二季這裡 分出了 已經兩條線出來了 你究竟 我要說蘇芳好 還是說克好呢 他反而自己無法處理 他自己弄了 他自己弄了 亂了 他硬把兩個人放在一起 一次過發展兩條線 但他最後做出來了 但他可能是不擅長寫 其實老實說 你本來從一開始的時候 黑色穿西裝第一季 他除了強調劇情主線之外 他還強調劇情主線之外 他還強調劇情 就是人物如何堅定 如何殺手 互相殺手 互相殺 但你看看蘇芳 死亡樣子怎麼做殺手 他連槍也沒有力氣 那就是 大哥手無搏雞之力 花團獸腿 這樣殺什麼人 其實你會覺得 感覺就是 這裡是黑之契姐來的 什麼 清算完劇 我又 什麼都好像不是 其實我什麼情片 我沒有什麼感覺 不知道是早神 還是早鬼的人 我真的不要理大 反而最不明白 在最後 黑之契姐第二季 黑隊分了兩個 一個是伊邪娜奇 這件事更加不好提 怎麼突然變成伊邪娜奇 這麼有趣 我不先針對這件事 在最後 突然間有個棺材 突然又有個藍版的銀出來 吸光了這件事 突然間又有個 突然間又想做第三季 第三季 第三個地球 第三季 第三季是哲學劇 其實你去到最後 已經講到還有兩具地球 嘩 什麼事 其實我是想看雜手片 那你不需要給兩個地球 我不需要兩個雜手 因為二人已經誇了 已經跨越了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 我覺得紫苑的言論是複製的 複製是越來越擴大 他說看一點點就是 紫苑的能力的代代衰弱 人衰弱可以複製到地球出來 是覺得不合理的 我先不要理他科學的東西 引力 不科學的放心 所以我不理 他沒有等價交換的放心 他也沒有用賢者之石 他沒有用賢者之石 為何你一個人可以用 沒有一個道理 這也是剛才我們一開始所說 風勢說是人性的 這些是配錯 我不需要等價 總之我說是就行了 但也不要這樣 我看了地開大廚 我復製拿了地球出來 這個是不是結尾呢 沒有了 始終是後面那些 已經變成了哲學劇 已經是哲學劇 已經是哲學劇 不用得到第三位 其實我覺得我明白 你可以找到我解釋出來 你可以怎樣去幫他補完樓 聽那麼多東西 又或者查完他的所有參考書籍 就可以得出一個故事出來 但是看電話不是要我去查書的 我應該是在劇裡面去理解所有東西 我明白這些東西 始終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我看《黑之啟日》的第二季 剛剛我們說到人性方面 其實是偏向少了 我覺得 主角蘇風是怎樣的 不是主角蘇風那樣 不是主角蘇風那樣 是他剛剛說過第一季是靠 支線再帶主線 但他還可以兼顧到說人性這件事 但我覺得第二季沒有了這件事 因為我也是那句 他會是因為第一季劇本的負擔問題 他一定有些東西一定要解讀 而且前提就是 他還未做中間的故事 他有更加多東西 他需要去解讀 需要去講 需要去補回 所以這個我覺得 主角蘇風 當然是他處理不了 最終就是 轉型失敗 當然下一套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否 劇本不是原本寫開那幫人寫 但在我們來說的評計 也是非常高的一套作品 就是Hero Man Hero Man 但是比較特別 他是入美合作 你是史丹利 即是史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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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不是一貫 Bones的作品 我算不上是這個 但好看 我感覺 始終因為作畫方面 都是由Bones那邊去負責 你會看到 Bones的畫風 是可以很多變的 其實真的 因為你這套 很多時候 很多日系 畫美系 大家都 我想前幾位都看到 就是所謂的Ironman 金光狼 Xman Transformer 那些就算吧 這套 Transformer可以算吧 即是他那些 是會畫到很日系式的美系 就是拿不到神髓出來 因為他們用色方面 比較不好 其實我覺得其他一些 但是你說Hero Man裡面 其實用色方面 我覺得他有花心思 即是你真的會覺得 你自己在看的一套 日本製的美國動畫 是有那個神髓在裡面 真正的入美交流在裡面 但是Hero Man的戰鬥方面 是有了Bones的風格 也就是說 都是偏短 但是 因為他作畫也好 剛剛講過 作畫也不錯 有製造那個爽快感之餘 有Hero Man的重量感 Killy Park 都做得出來 嗯 講起爽快感 我也是幫黑字契律一二 講一句 好說話 打鬥也是沒有酒雞的 雖然黑字契律一二 但是你講兩場 例如我最見 一場深刻就是一個用劍 一個是會用木刀的人 葉元 葉元 他說什麼 麥洲變硬 他那裡有一條 那個鎮鞋 麥洲變硬 他可以用木刀的 他拿著木刀 也可以用木刀 激乾肌 講到什麼 聽到任何東西 那段 最後那段 打得不錯 他打邊那一刻 是最厲害的 那一刻是做得最好的 你也看到黑 感覺很厲害 但是畫面表現出來 感覺是非常好 有速度感之餘 也看到一個勢力感在哪裡 你不會是 你速度感的時候 有時最煩的動畫 就是他戰鬥速度 形成出來之後 其實他正在偷隔 你逐個慢慢看 那時候 就會看到手手腳腳 沒有在那邊的感覺 有時候 但絕對這裏不會 所以 的確 在Bones的動畫 扎實方面 就是這裏 雖然原作不是他們自己 但在畫面表達上 最少可以說到這裏為之 基本上作畫來說 Bones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戰鬥方面都不需要太擔心 那裏是很強的 嗯 對 好了 講完Hillman之後 下一套Bones的自家原創動畫 就是 銀行美少年 實縮都重 這套動畫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動畫都算是很有Bones風格 不過是走向了一個極端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機械人的事 那裏完全沒有機械人的事 那裏完全沒有機械人的事 沒有機械人的玩意 是很有趣的 那一部 如果以主角機來說 我不當那一部是機械人 我也想到一樣東西 我想說是那些公仔 是啊 我想到 你是不是坐在駕駛艙 在動那些公仔 好像那些吊牛那些 我真的不是很想到他 他是一個機械人的 整套東西 最大的賣點就是一個手勢 不是 這個是唯一的目的 整套東西是唯一的目的 不是我看《超人殺娜》 都沒有人殺娜 而你 我感覺 他 開頭 就算整個作 我不講故事 講故事就插了 算了 整個作畫風格裏面 其實 他嘗試了一件新的東西 一種類似天原突破式的畫法 就是人肉導彈都有 人肉導彈或者十字光劍也好 那類型的東西 其實 那幾畫裏面 我一個嘗試 這套東西給我感覺 他嘗試性真的很高 他真的是實驗來的 可能是 即是他理想說那種 線條比較強烈一點的狀態 是的 因為其實《Bones》是很少 去畫一些戰鬥畫面 或者一些表現手法的 即是我在看這套東西 那時候 我在想 我在看《Z Gundam》 因為那時候的年代 是很重不足那樣東西 因為的確是兩大系 《Ganets》那種手背 就是偏向粗礦型 不足心那種 《Bones》是偏向勢力型 比較標誌的作畫 所以其實《Bones》是這種作畫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實驗式的 當然這個是去到中段 可能他覺得 都爛了 不相差 是不是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沒有說是 所以那個監督看著劇本 不如玩一下 我也是 他沒有的 他這套我覺得 是像有些舞台劇的 即是他 你看到其實都 很諷刺 為何要在這個島上 做些什麼 青春劇 對 其實那個島 其實是暗時一個舞台 然後那群人 全部都戴上衣具 就是那些裡面的演員 所以 沒錯 每一次你打架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在跳舞 你不知道 真的很像跳舞 其實這個是整個舞台的感覺 你想想 喂 他出來這麼浮誇嗎 肩膏 瘦靚 那些 每一集都是 美小劣電視片 收畫面都會剪短 他都不會剪短 那樣是 他真的要索想當場 即是說 我要出來跳舞 諸葛最後才出場 即是那種感覺 當然 人家索想當場 你說劇情 他給我的感覺 又不是真的 揮灑星春那隻 怎麼說呢 他裡面的所謂黑暗組織 就是伊羅星 很特設的視頻 他是不是又兼得了 其實我覺得自己一幫喜歡 都不知道搞什麼 很特設的 所以你來回答 他自己說小春 喜歡 而且 我想他也都有 其實他有 Bones 其中一種的習慣 就是Bones很多時候 在一些機械人片裡面 都會加入所謂傳說成份的東西 在裡面 而這套他也有秉承這個 特色 當然這個傳說 搞得很難 大家 想不想 我覺得中途傳說 好像沒什麼用過 有 有 無論 胡松爺 那個叫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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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之後 那套舞台劇 其實是一個傳說來的 不是 那個傳說 其實就是 影射銀行美少爺的老爸 不是 因為 整個 那個傳說 其實就是銀行美少爺的老爸 他本身以前做過的事 小魚說那個 有一個鮑魚的故事 還是怎樣 什麼殺那條 海 其實兩個故事是連貫的 兩個故事是連貫的 最終犧牲了那個女生 而得到權力 那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犧牲了 男主角的媽媽 然後又得到他的能力 其實我們撿了一人的 我不知道 好像是 Star Driver 那些 那些 side body 是 都是一個傳說 應該是傳說 有兩種說 一個就是 他爸爸 那個畫劇式的傳說 另一個就是 四方無女 裡面 封印 side body的傳說 他們歷代裡面 就是 要守 王妖 和無女 要守護 封印在島上的side body 但是為什麼封印呢 這個故事是沒有說過的 其實語氣說 傳說島 不如是說 有些故事會帶出一些隱喻 然後再影襯整個故事 這個真是說重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大家那時候說起就是編劇少女革命那個 其實跟紀元幫演做 就經常做這些 武才式的演出 以意象印語的表現故事出來的方法 但很明顯地 可能那個編劇就學不完整 所以就變成一套 變成一套 變成一套 不過紀元就沒有成 既然那套 站好慣 就更加玩得更加淋漓盡 不過是否叫偏封了 就不知道 其實是這麼說的 如果你真的要玩得很有隱喻 感覺的話 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你表面一層意思 你表面可以不需要一層意思 讓你自己慢慢摸索 他現在表面又要做到 我又一個 以樂性騎士 他們不知道做什麼 但超奸力 然後就說 要打了 那裡面有什麼隱喻 其實可能真的有 但問題是 怎麼說呢 他太重視表面意識 即是說 好像說 如果你夠高深 你就看得明白裡面的 如果你不夠高深 你看外面也OK的 問題現在就是 外面和裡面也好 所以那個感覺 其實我看到他的歌曲 你發覺他後面那些東西 其實是準備了 前面有復佛 暴停是後面的東西 簡單點說 就是 男主角和男主角的父親 他其實都是很佔面具處 差不多的選擇 即是說 都是同一個人 身交差點 他怎樣做 但是選擇了另一個 對啦 他最終選擇了 阿瑞芳 沒錯啦 最終選擇了兩個男人 在他月亮上付20元 這個就是結局了 是不是要學教導師篇 在一個月亮上寫出來 其實那樣東西 是跟創性一樣的 最後三個男人合體 你說這個我覺得是Bones的一個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其實他的風格那裡 其實他這麼多年來 去到Star Driver為止 他都還是很想去玩一些 就像剛才莫為首說 表面故事 內裡之後還有一個內涵的東西 你可以去了解到 但是就是很多時候 這些東西我覺得有限的 而且就是做得出色的 所以這類型的故事 尿尿可數 你最重的 這個Star Driver 出現了一個極端 他完全 以前說的Bones的故事 都是有那個表面的故事 例如 你細神一陣子有打緊 那些東西 即是變白的 人世紀錄的 人世紀錄的 他在打緊的 問題在於 他沒有表現 他沒有來表現異象 細神一陣子有實質的作用 而他在表現的異象出來 來打 我覺得一件事 你看不明白裡面 也好 最起碼看不明白表面 但是他表面跟裡面 這個問題在於 你Bones以前的動作 是醉到最後的時候 才會帶出來 你意圖不是整套 都要在做這些事情 問題在於 他表面也不是說做不到 問題是說 那些東西真的好 那你說可能戰鬥 如果你真的打得好的 沒問題 那些人 起碼打得好的 不用多說 你起碼打得好 沒有啊 有幾集打得好 唯有那集 我覺得 那怎麼辦呢 你每一集都要 一條人出來送死 那些人明知死眼 所以不是說特事件 對 每一集都說 只剩下一條人 之後就剩下兩條人 之後就剩下兩條人 夾弓 但是都是死的 三條人 不過被一個人肉導彈 碎光的特別版 搞定了 那個感覺就是 其實你都不知道 橫欖千鵬會贏 但是你又可以不看 你怎麼都要看到 紅燈 看到紅燈之後 它開四光 那你才可以看完 還有我想說回 剛剛我們說過 風其中一個 有一個特色的 是人性的 其實你看這個 是看不到的 那它的方向 不是選擇 它說的 應該說 當 它這裡 我想比較簡單 其實 當愛情和力量在你面前 你選什麼 當然 最後 男主角是說了 基情 那都是愛情的一種 我都了解 我不性別歧視 是不是 我發現是很開放的 我不性別歧視 最終他都選了這件事 而他爸爸最終是選了力量 老實說 他爸爸是這個 老實說 沒有啊 他爸爸都選了基情 有技技 之前拿了印記的時候 和某人 算了 這個就是 崩全創動畫 差不多到現在那段落 因為之後 到來的那些 就是來No.6 No.6不是原創動畫嗎 其實之後 你不要說是不是他原創 即是他一些 即是他改編的那些 全部都 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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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本來就不行 高息本來就不行 高息本來就不行 加上去就更加 Solid 這就OK 隨便 跟著 No.6 No.6就好一點 因為原本的故事夠紮實 他改不了些什麼 聽說 但好像爛尾 爛了些 當然 那當然 鋒膏不要說 鋒膏被我插到 插到哪 我忘記了 大家自己聽 都好像整個小時 插了 總之近幾年 他原創動畫 其實鋒膏 某程度數是原創動畫 他本身有一個故事 再發揮 再發揮 的感覺 比較像原創動畫 應該說他是二次創作 你可以說 可以這樣說 他把一個很古老的故事 背景帶來現實 但當然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就算了 近年崩的動畫 不論以前 例如我們說過 天保二世二汶錄 秀王 天保二汶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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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合掌秀王星 然後秀王星那些 真的不認識 這些就算比較難滿的動畫 可能 未必 或未必質素真的很高 但只會有一定的口碑 你未必 銷量固然就不好 但口碑上也有分上下 作為看過那兩套的觀眾 其實我覺得 天保二汶錫 尤其是在那個時代做了 還有一些特效都 戰鬥做得OK 整個故事流落 雖然被人斬了 之後他帶回五集原創 原創的 即是逐篇 他做了 都埋到尾 其實 質素都很好的 秀王星就 故事單薄些 但其實實際上 他都做到人性那樣東西 怎樣在星球生存 又是玩星球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其實 本市在初期做的時間 真的做到那種特色 即是 有骨 有骨 即是有內涵 簡單來說 講一句 始終好像剛才 我們一開始講 或者看包師 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想做一些 有內涵的事情 但他們太著重內涵 外皮就 就爛了 穿了面 還有他的內涵 有時候 我們的內涵 就理解不了這個問題 如果你理解得到 我覺得是OK的 但 你剛才提起的那些作品 我覺得 《Star Driver》 的味道 起碼都叫做 完整整 即是那個已經叫做 完整整 你不要問宇宙 為何有機程 但你起碼對比 《黑子劇者》 那些什麼 就算了 還有 因為始終 我剛才都會說 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是需要準備時間 比較長的 即是你會見到 就算你說 《Star Driver》也好 《黑子劇者》第二季也好 《黑子劇者》第二季也好 多懶到 中間都有一兩集 是非常之出色的 即是因為 你這些故事 你要是怎樣去建構 可以一環接一環下去的話 是需要時間醞釀 不是說可以量產出來 如果量產出來的話 我想Eva那些 是沒那麼辛苦 現在通街都是Eva 我想說 講起這件事 其實看得出 《瘋》創立了十幾年了 有 其實它動畫數量是偏少的 它的貴精不貴多 但不算偏少的了 一套過年頂你幾套 我沒有話說 它不算偏少的意思 因為它以前可能更多 一年有兩三套來吃 動畫公司是差不多的了 當然你可以說 以一間比較大的動畫公司 以SUNRISE來說 當然比較偏少 第二季 產量就不算特別少了 都是無謂所說的 你降年始終連回 它已經吃了 如果你這樣算四套 它已經可以拆到四套出來了 還有它就算 你說它原創那些 還可以用 《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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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了 還有這樣說 你說就算原創那些 肯定花時間多一點了 就算它接一些可能是 有原作支持的 即是一些改編的作品 其實大部分那些改編作品 都是說有 即是會有些難度 即不是說 你現在見到周街 都是有什麼輕小說的改編 你隨便問一下 然後買一下肉 就搞定了一季 都不知做了什麼 即是它不會去做這些 即是它不會去做這些 即是你說一些銷量比較低 我當作6來說 其實裏面 你不要管那兩個男主角 那些有多雞 起碼那些情感 那些東西 它是會 用方法去表達出來的 即是就算我當你說 可能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其實我覺得 它有些像是 現在暫時來說 它是堅持到的 那你當也可以說它是一個迷失期 都好啦 它本身是有著力 有花心機下去的 就跟現在有些公司 不說那些 即是大家明白 即是 永遠就是 我沒有說話 永遠就是推了一大堆文作出來 即是那本輕小說 好像好賣一點 有些潛力 這樣就推了一些文作出來 即是有些 即是有些 即是一間不知什麼 C公司有些真的 很難的 即是難到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即是 我沒有記錯什麼大神車人 即是 即是 嘩 我真的看過真的難到 即是 我黑骨骨骨心 所以 起碼你說 你的Bones肯定不會做這些 先出來 起碼你會覺得 那套作品肯定是有內容 才會肯做 即是我覺得 Bones 還是一個比較信心的 或者這樣說 Bones 是不會是 因為其實 你看到 看開了名字 沒所謂 JC那些 什麼私詐 他有很多動畫 就是 他畫風是只有一個tone 即是你會見到 即是你會見到 其實自己 即是我想 如果有興趣的 開回Wiki 你對回那個表 他裡面 好像英蘭的少女漫畫 他裡面的 即是一些角色的移動 那些方式 即是一些 即是一些仔細角色 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跟著好像 Sow 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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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完全另一種風格 一種類似圖 圖案式的繪畫 這種又是另一種風格 當然你不要說 即是好像 好像銀高那些挺差的 他都說 他都保留了一些 嘗試一些 舊式 加一些現代感覺 出來 他都有去嘗試 最少就是 他是可以 有能力去 去迎合作品 去做不同 即是 迎合作品 最終就是 即是說 套作品可能 走了樣子 那個角色 咦 為何他跟那些賊話 好像不太合 我不是去看另一套作品 Bones 就比較少 這個情況出現 對 我們剛剛說到 Bones好像一個迷失期 賣座 更加不會是賣座 口碼又拿不到 接著 現在 他有一套新動畫 接下來就是交響CP的續作 畫得很長 AO 交響CP AO 就是今年的四月會播 這套 我個人非常擔心 告訴你 因為俗作 俗作 俗作 即是OA 其實都沒有信心 他是OA 密歧必反 這些東西 不過他也說到 籌備經年 因為他是原版人畫 作士製作 雖然是新故事 也是新故事 最新角色 好像今次還要 因為換了一部 他今次 都不算是新故事 因為跟上代 是有承接的 因為如果你說 主角的話 他是上代主角的兒子 有承繼 當然你說故事可以拔開去 因為已經結束了 上次他們上了太空 上了什麼 都滑了粒符 沒問題 這件事 我覺得 但是 如果 我覺得 如果這一套 他還是想走回 當年 教養師編 的風格 我覺得是幾危險的 即是他不同 創性 創性 創性說的是什麼呢 何欣和你 CV來 我也得罪說一句 告訴你 我是惡搞 這是讚美 我覺得 金貴好像比較好 創性 金貴好像比較好 因為換了編劇 都是一樣 告訴你 我都是 照惡搞 他每一次都要惡搞一次 然後 然後 當然他把男女的關係成分 調整 不過創性就不在說 但是 你說 教養師編的話 其實 因為你 始終上一代 因為 他的故事好像是 結束了 收得很少 或者應該說 他沒有一個 很建構自己的特色 在裡面 即是你說 如果創性的 我很喜歡 一萬二千年 你等 我又等你一萬二千年 好不好 然後又轉世 又轉世 又可以分身 又分身 再轉世一萬二千年 我做多少套都可以 很長壽 做到歸 但是你說 教養師編的話 其實這方面 因為 他唯一可以 承計到的 首先機體的設定方面 就是 車結合 這個 飛機 再加這個 滑空 飛機不是MUSK 總之有塊滑板 然後可以做車 總之滑空 是其中一個重點 而 世界觀裡面 其實他沒有說 上一代 是保留了一個 很好的傳統出來 所以 如果他要做 其實 他有很多 空間可以選擇 但是這樣 會不會反而 沒有了黑之距的後塵 因為他的風格 很明顯 很明確 第二季變成一種 轉型的感覺 會令人失望之下 沒有了自己的迷路方向 反而現在沒有的話 沒有了一個包袱 會不會這樣做 可能更好一點呢 看看他會不會 像我們剛才一樣 他會明環不靈 又想做一些 很深層次的內容 我覺得這套 也是會變回一部外情片 其實交響詩編 第一季來說 其實他也不算很深層次 就是說一個男生 如何追求女 就是另一個男生 如何追求女 主要他不走火入魔 去了OVA 那種大玩意識留愛情 拍拉圖式成的 那種的話 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要這樣通 AO是播多少集 這個就好像還沒講 這個還沒講的 這個還沒講的 這個都進行代工播 起碼半年 理論上應該26集 念不念回就難說 現在很難念回 現在沒有機械人動畫 可以念回的了 如果他念回的話 我撐不了一天 我說的 那唯有就看一下 下一套 這一套到底OK Bones 就是看Bones 走出一個低谷 對啦 下一次的製造公司 又要第一年了 哈哈 都差不多 趁這裡呼籲各位觀眾 有沒有興趣 哪一家公司想說 哪一個人想說 JC JC半個小時就完 不要了 我終於拆了 我終於拆了 可能以前JC的輝煌時期 都有些話要說 不過 不知道 那些要考究一下 不過 那方面 希望各位觀眾提議 有什麼就去BOD 沒錯 在BOD 講一下意見 出去出去啦 好啦 各位再見 Bye Bye 真的再見 又再見很久